我接下來要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接下來有人點名說 下一個來臺灣的人會是誰呢 會不會是賀錦麗 美國副總統 因為安倍晉三過世之後 他的國葬日期是定在9月27號 是在東京都內的日本舞蹈館會 這個出席來辦這個國葬 那世界各國很多的國家 都開始準備哪一些的領導人 或是哪一些領袖要來參加 那美國的部分現在傳出來 是由賀錦麗副總統來代表拜登出席 那因為呢 日本有報導說 11月8號是美國的期中選舉 那美日政府以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出席 來作為是一個方向進行協調 如果是賀錦麗的話 那麼就會是他就任副總統以來 第一次的訪日 那這一次呢 美中所強調的是 美國跟日本的所強調的是 他們的日美同盟的關係的重要性 那除了賀錦麗之外呢 還傳出有一個就是歐巴馬前總統 也表達了出席的意願 所以現在傳出有可能呢 美方會讓賀錦麗還有歐巴馬 兩個人一起搭著專機到日本來 現在這個消息傳出之後呢 有網友開始點名了 說賀錦麗會不會就像突然轉個一彎 又來台灣呢 還記得裴洛西吧 裴洛西當初的亞洲行 完全沒有提到他的行程當中有台灣 但是最後他不僅是到了台灣 而且他還過夜 時間還長達那麼久的時間 結果最後呢 造成中共對於台灣的 幾乎是封島式的一個軍演 而且維持了好多天 台灣中線也沒了 然後呢這個軍演的不斷的在進行 所以有人就講說 賀錦麗如果到時候 他的班機他的專機 一下子滑著的突然轉個彎 反正很近嘛 轉個彎來到台灣呢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等於是美方 也在測試中國的一個底線 為什麼呢 中國接下來20大的這個會議呢 9月份就要開了 如果他呢在9月的時候 剛好這個時間點上 然後來的話 那中國可能要進行維穩嘛 可能不太可能會有什麼樣太大的行動 所以有人就說 是不是呢在測試這個中國的底線 有人就問了 賀錦麗會不會突然轉個彎 也來台灣呢 我不能說完全沒可能啊 因為現在我們看了 裴洛西事件之後 大家都覺得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不可能 如果美國人真的夠壞的話 就讓他來一下 反正讓台灣吃飛彈嘛 他反正就後果 不是美國人負擔嗎 後果就會我覺得會比軍演 對台灣造成更大的傷害 軍演對台灣傷害已經夠大了 這個裴洛西來對台灣已經傷害很大了 裴洛西回去以後 他就準備退休了 對 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賀錦麗來他又回去了 那我覺得他會造成啊 中國大陸反應會比這一次軍演更強 基本上就是台灣承擔了 所以美國 美國看他心夠不夠壞 後壞就是讓兩岸打起來嘛 那他用賀錦麗來這一招的話 是絕對會造成兩岸兵容相見的啦 那就是說 那看美國現在要不要把這一招使出來 如果要使出來的話 那就是兩岸 兩岸就是說幾十年的和平 就毀於一旦 矮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 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把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